Eureka和Rukeeper都可以作为注册中心 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我们有著名的CIP理论 那么Eureka和Rukeeper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们实现了不同的CIP理论 Eureka它是实现的是IP 也就是它强调的是这个可用型 而我们这个Rukeeper它是CP 它强调的是一字型 如果我们这三个是Eureka的话 我们有一个服务要去注册 这个时候Eureka它当机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服务可以往这里面去注册 如果这个当机了 那么这个服务我可以往这里面去注册 所以它要保证整个集权的一个可用型 它更强调的是可用型 那如果我这三个是Rukeeper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往里注册 如果这个Rukeeper当机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往其他Rukeeper去注册的 那么这个时候当机之后 它需要重新发起选举 在这个选举期间 我们是不能够注册服务的 等选举完之后 我们才可以往那个Leader节点去注册服务 所以我们的Rukeeper它强调的是一字型 所以Eureka和Rukeeper它们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实现AP一个是实现CP 一个强调可用性 一个强调一字性